大家好,我是居布果然的Billy 今集我就會說一些老手都會知道的技巧 但是他未必會告訴一些新手 因為大家都覺得已經是一個常識了 一開始鋪怪,我們一定要鋪一隻 剪到Pokemon,還有可以放五隻後備Pokemon 但是很多時候,新手在第一個放Pokemon的步驟已經錯了 為什麼說錯了呢? 我看到很多人一開始已經不理三十二十一 就放完戰鬥Pokemon,還有後備Pokemon 其實這個動作是非常不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假設這個手牌 在這個情況,你就一定是放一隻夢幻 然後就完結了 如果你是用一些行水煮族的Pokemon 因為水煮族是一個主流 如果你只放一隻水煮在前面 其實對手基本上不會猜到你是用什麼牌組的 譬如我用上一次這副阿爾袖斯白馬 我們假設阿爾袖斯是這個手牌 你會看到有雷顏色,還有白馬雷古王 很多新手可能已經直接把這隻白馬雷古王放在頂上 然後放在雷顏色 如果你一開始戰鬥的時候 那你已經會被人知道 你有水煮族是白馬 但人家已經猜到你是一個什麼牌組 但如果你只是放一隻水煮在前面 基本上九成九都很難猜到你是用什麼牌組 先攻的第一回合 見到你只有一隻雷顏色在前面 基本上它不會做到什麼對策 也很難防擾到你的 但是如果你放一隻白馬在後面 別人就有機會用譬如離洞繩 又或者是一個礦槍 來把你的後排捉上來 有時就會令到你自己處於一個很不治的局面 接著去到第二個環節 就是我們都會發動一些精靈球 即是在牌庫裡捉Pokemon的卡 那我就可以在牌庫裡找怪 在這個時候很多新手都會忽略了一件事 譬如我們玩這個夢幻的牌組 我們是很需要知道我們的匯流能量 是不是齊四顆 還有這個糖 我們的牌組是有多少張 我們就會俗稱這個是一個檢索牌組 即是說你是需要清楚地找一找你的牌組裡面 有什麼卡是放在Price裡面 在你的對局裡面 你就會知道如何應對 譬如我們有時這個糖 我們要知道數量 到底我們在牌庫有三張還是四張 在計算傷害那裡 可以給自己一個空間 因為如果你沒有檢查 到底是否有四顆糖 但是在一個對局上面 你一定要發動到四張糖 你才可以打死對方VMAX的話 那你是對於自己是一個非常不利的 那或者有些更加高手 他就會看完一些怪 還有一些基本的 譬如回音喇叭六一的道具 有沒有在牌組裡面 一開始就做完這個動作 記住了 那你就基本上會知道 自己有些什麼我們俗稱卡的Price 而不是去到遊戲中局或者後局 才慢慢看到牌 原來是Price 那就是對於自己好不利 那第三部分呢 就叫做壓牌 那去到遊戲的中局或者尾局 我們就只剩下兩個Price 你基本上呢 已經是長鋪好了 有三個蓋蟲 兩隻夢夢VMAX已經做好了 你會知道你自己還有些什麼怪 是多了 你已經不再需要用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壓牌的動作 譬如在這個情況 那我們發動一個高級球 然後找一找 譬如蓋蟲 不再需要的 那你就拿上手 然後你再發動先機球 扔掉它 花無聊應該都不需要了 那你就再上手 然後再用先機球扔掉它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因為其實我們玩卡牌遊戲呢 都是一個數學的概率的計算 如果你剩下牌中間 那個墳墓 你盡量減少它 那你這些怪是用不了的 或者呢 有時候那個支援者 如果你牆上面已經有四張 回流能量 即是說你的小谷 而可能基本上你已經不再用到 你都可以選擇扔掉它 到我們會做成拼牌 抽牌 拼到老大 原遊戲的概率 就令你去贏出個比賽 那在某某的情況是這樣的 亞爾白馬呢 都會有些博士的嘛 所以呢 你就是極需要 在我們會做成拼牌之後呢 就會順一點 因為那些雜質已經不再需要了 就可以了 如果喜歡我這系列 新手駕駛的影片呢 就歡迎給個LIKE 我啦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對於PTCG的對戰 還有些什麼疑問 那我就會拍相關的影片 如果覺得我做得都不錯呢 可以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這個頻道也搞得不錯 我的新手駛概念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